怎么了 他回国了 怎么回事 莫海那个毛毛蛋 骗了公司的钱 让小雪当替罪羊 害他签证出了问题 银行卡也被冻结了 现在解决了吗 都不知道 还有更惨呢 他一起就晕落过去 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生病了 我见到他的书都吓坏了 他脸色苍白 呼吸微弱 现在回国做手术去了 给我地址 行 我发你地址 你又忘拿什么东西了 小雪的事 喂 怎么样了 为什么做手术 生的什么病 我没事 还瞒着我 我没有瞒着你 我没事 你回去吧 我回去谁管你啊 我自己可以管好我自己 你走吧 你都被骗成什么样了 还生了这么大的病 这就能管好你自己吗 我怎么不能管好我自己了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凭我是你的苏年哥 苏年刚才不在这儿了吗 小雪生病了 小雪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问问呢 问问 你回来 叔叔阿姨知道吗 你还在这儿了吗 你出门这么多年不着家 回来还一直瞒着 你想过他们的心情吗 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爸妈看见了 只会骂我 我不敢回家 不是 妈就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凭什么亲我啊 凭你亲过我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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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电话 小雪 小雪接电话 小雪 喂 妈 妈什么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怎么了 你得什么病了 不是 你 你你你刚才说你跟苏年 苏 苏年把你把你 你把苏年怎么 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来 把这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怎么回事啊 妈 妈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我没给你打 是你打给我们的 小雪是你打来的 是吧 老丈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小雪 那个 这电话呀是你打过来的 郑叔叔也在呢 在在在 那个 我们三个人都在 这个事呢 出得比较 那个 这个 我 那 那个 小雪 是这样啊 我们家呀 有一套老房子 在外边租着呢 这苏年的 每月工资呢 他就是死工资也不多 这租金他也不要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我我从这个月开始呢 我把这个房子这个租金呢 我就给宋年 我让宋年转给你 爸 别帮强了 我自己行 这事有点 你走吧 我去哪儿啊 我回你自己住的地方 你这刚做完手术 谁照顾你啊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你赶紧走吧 你手术我都可以翻盗了 这可不怪我 那 我走了 等一下 你 我